5月20日晚上,张学友在嘉欣开演唱会 当天又有一名网上逃犯在演出现场被警方抓获 这也是继4月7日南昌演唱会,5月5日干州演唱会后 警方三次在张学友演唱会上抓获逃犯 昨天19点30分,Oclassic Tour学友经典2018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嘉欣体育馆开场 那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张学友的演艺下引爆全场 现场粉丝们挥舞着荧光棒,时不时的外人启唱,场面相当震撼 在当天晚上7点左右,来观看演唱会的粉丝们陆陆续续的走过安检 现场一名歌迷也在通过安检 当羽某通过安检门后的几分钟,警方的系统发出预警 在现场的民警和保安人员在演唱会相关看台进行搜捕 由于现场人比较多,灯光特别暗 如果大规模巡查,必定会引起嫌疑人的注意 虽然警方采取迂回战术,在演唱会的进出口蹲守 演唱会结束三场后,羽某准备退场离开 但民警在人群中一眼就扔出他来,并将羽某抓获 目前羽某已被送去看守所,择日会交给警方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